是普通的超阿貴 它是用地瓜葉 和雞蟹碗喔 下去做的 滿滿的給它進去 然後把它弄起來 品浩你看 有模有樣耶 很像耶 跟姊姊做的很像 這個角色物很像角色物 Q到這樣 放蒸出來的那個皮很軟嫩耶 Oh my God 一個禮拜只開九個小時 厲害了吧 一個禮拜 對 所以等於你遇到它就是很幸運 這是日本冰麵包 這個是鮮奶油口味 然後再吃巧克力口味 兩種口味 那我已經先幫你們切開了 好啊 我想要先吃吃看奶油口味 可以 剛好在我手上 它的奶油味好重喔 是法國伊斯尼鮮奶油 它這個吃起來是冰的嗎 它是冰的 它那個裡面是冰的 但其實是因為 因為我有稍微讓它退冰 我放在保溫一下讓它稍微退冰一點 我喜歡這種冰冰的感覺 因為我們平常吃麵包 它其實就是熱熱 剛剛烤出來的 鬆軟鬆軟類型 第一次吃到冰 很綿密耶 吃起來又有一種蛋糕的感覺 對 我覺得 它的那個麵包是扎實的 好吃 裡面是這種很像布朗尼的東西 它就是軟餅乾乾乾乾 而且裡面真的就是這麼綿密的 很像布朗尼的上面有糖霜幹嘛 很厲害耶 不行 我不能這樣這麼挺你推薦的東西 是不是真心 因為它很真心 有沒有看到 這個甜點算是我的熱賣商品之一 這個也是男生會喜歡的 挺好的喜歡嗎 這兩間 而且你的對手都贏在稱讚 我們三個有個共通點 就是我們都是阿嬤帶大的 所以我們會非常 偶爾很懷念一些傳統的東西 接下來我要帶你們去吃的那個草蛙粿 不是普通的草蛙粿 手工那種現做的米腸還有香腸 大家絕對也是愛飽 跟平浩說一下 因為我不只是那個 就是國民好孫女之外 我還是國民好媳婦喔 姐姐 請問我今天是可以這樣跟你學一下嗎 好… 平浩你幫我打開 你沒有手喔 要用吹的 用吹的比較好 請問你還好嗎 這件事情有什麼需要別人幫忙的 先螺圓喔 螺圓 然後這樣 這樣轉 轉 然後先 滿滿的給它進去 然後把它弄起來 這個手 稍微按一下 就這樣 就這樣 再按一下 壓下去 這是我們的蘿蔔 喔 平浩你看 有模有樣耶 很像耶 跟姐姐做的很像 就95分了 95分喔 姐姐打平95分 身體不需要扭動你知道嗎 太扁了 搓遠一點 我必須要說 我必須要說 這是我的 這是她的 所以這樣子她這樣幾分 我剛剛95 那那個喔 90分 啊 沒關係 有幾個 這個喔 扁的話 蒸起來喔 它形狀都變了 都會扁 會更扁 所以會變這麼高 那姐姐你們除了 現在這邊還有其他什麼東西 我們還有 烏蕉 還有超大塊 也有包筍子的 這個是紅紅果的汁 打下去做的 它還有紫紫耶 我懂 因為有些真的 那個紅果粿 會用一些食用色素 我們都是純天然 堅持用純天然下去做 哇 那紅龍果的皮還可以 就是吃到一些杏仁的味道 欸 在露燕 好奇怪喔 我想玩嘛 喔 它的芋頭色耶 這跟我平常看到的 芋頭粿還不太一樣耶 我們是做彎的 然後裡面還有加油沖酥 唉唷 唉唷 我其實咬小小一口 它裡面的味道就已經跑出來了 我其實不用咬特別大口 欸 可是為什麼它的皮 顏色比較深 因為我們是有下去 再用黑糖 黑糖下去炒 對 然後把它調色調成 比較好看的顏色 喔 欸這種古早味的東西 因為現在真的很少人在做 尤其是年輕一代的 接下來 重點 剛剛我們包過的那個麻布 唉唷 唉唷 哇 Q到這樣啊 好軟Q的感覺 彈牙彈牙 唉唷 剛蒸出來的那個皮很軟嫩耶 對 它是冷實 所以說它放久一點 它的皮會變得更Q 那我們 來到 最後的環節了嗎 啊 啊 Oh my God 等一下 我不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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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